大家好,欢迎来到单车心干线 这是一个用理论计算告诉你运动情况的频道 这部影片要来讨论跑步的经济性跟触地时间 还有垂直正负的关系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跑步的动作 跑步的动作就是只有一只脚会在地上 然后有一段的时间两脚会离地 所以跑步的垂直正负是必要的存在 当然垂直正负也不能够太大 因为跑步主要是看往前的步距 而非看往上的高度 不过垂直正负如果越高 那将脚由后往前的这个时间也就越多 也就是这段时间的功率就会越低 但是单纯从跑步的力学分析来看 如果垂直正负越高 那也会需要做更多的功 另外一个就是触地的时间 那这两个变数是有在练跑步的人会关心 而且希望缩小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变数 会如何影响跑者 首先先来看这个垂直正负 垂直正负会影响地给人的力 如果触地时间相同的话呢 垂直正负越大 那么还至于地盘的冲击力就会越高 这个时候就要来看看这个触地时间会怎么变化 当然垂直正负越大就会耗费越多的能量将身体抬起来 所以通常是关心正负还有不服的比值 这边就有一篇论文在研究触地时间 还有跑步经济性的关系 总共招募40位受试者 依照这个触地的时间分成两组 然后每一组都是12男8女 详细的资料就如这张标所示 那这个DF的定义呢 就是一只脚的脚跟着地到脚尖离地的时间 和同一只脚从前一次落地到这次落地所花的时间 然后两者的比值 那这个值越大呢 就表示这个触地时间就越久 那我们先来看DF值跟垂直正幅 还有布局的关系 其中垂直正幅是看跑步时的值星 跟立正时的值星牵直位置的差值 那这个空星的是DF值比较低的 然后时星是DF值比较高的 那有左图可以知道DF值比较低的组别 垂直正幅会比较高 但是当这个跑速增加的时候呢 两组的垂直正幅都会减小 而且会越来越接近 那右图是布幅和DF值的关系 那可以看到当跑速增加的时候 两者也会增加 然后之间的差异也几乎是一样的 那通常来说跑速越快 布局就一定会越大 而布局越大 就表示两脚所张开的角度也会越大 所以直星的垂直位移就会越小 这个是必然的结果 那再来看跑步速率跟DF值的关系 可以看到当跑速越快的时候呢 两组的DF值也越来越小 然后差异也越来越小 那这个是因为跑得越快 势力就要越大 所以在跑步的动作下 跑越快 触地时间越短 这个也是必然的结果 主要是因为跑步一定要有双脚离地的步骤 那再来看看跑者最关心的跑步经济性 对于不同DF值 在相同速率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这个经济性几乎是没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速率下 在这论文研究的DF值内 跑步的能量消耗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 那另外也有一篇论文在研究跑步的经济性 与垂直正幅还有DF值的关系 那一样在跑速是10、12、14的情况下去做研究 并将结果的散布图画出来 那就会发现这个散布图很接近原型 就表示在相同的跑速下 垂直正幅和DF跟跑步的经济性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篇论文也说在这种长时间的配速下 不应该藉由改变自发性跑资来改善跑步的经济性 那相较于跑者 自行车手对于经济性倒没有这么追求 对于自行车手来说呢 对经济的踏平大约是在60到80之间 但是对于一般大环赛 古典赛甚至是个人计时赛 更多的自行车手会将踏平提高到90到100这个区间 但是从实验结果来看呢 相同瓦数下踏平高所消耗的能量就会更多 不过自行车的赛事地心多变 且在赛段还要去抢冲刺积分或是反应对手的攻击 在高踏平下对于这部分是比较有弹性的 而且能量消耗多 只要在赛事中补回来就好了 跑步大概也是2.5到5K就一个估计战 所以能量消耗太多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当然跑步不像自行车这么好做实验 因为很难固定瓦数去看不同步屏的结果 如果还有其他想看的资料或是数据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或是粉丝专页留言 有时间且做得到的话就会回复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